字幕提供 一直講孫安佐 首先這個年輕人在美國 沒有殺人 有沒有殺人 沒有嗎 今天孫安佐錯錯在他是什麼 錯在他是迪英跟孫鵬的兒子 我講完了 台灣有很多年輕人 吃裡爬外 上盡天涼 像我就看過很多 我當兄弟的時候看過很多TikTok 那個年輕人 垃圾 叫自己的馬子去上班 自己還去外面幹雜不 沒有錢就花自己馬子的 酒店的小姐的錢 回家沒有錢就打女人 為什麼 因為他拿去拔料飲料 回家就打 打他的女朋友 然後說你賺那麼一點點錢 整天回來就翻人家批包 我以前好幾個兄弟都是這樣 在混的時候就 阿你七仔 阿你哪有錢 今天來你啦 就我們去買 就我們去在哪裡 阿你哪有錢 拔我剛才給你七仔拿 給你一本手 我看你娘勒 唉唷愛我 這種人沒有比孫安佐垃圾 年輕輕輕的 二十歲 有吧 台灣很多年輕人阿 打老母的 打老師的 我就看過好幾個了 媽媽講話 跟老母 就沒有頂高級 跟老母說話 沒有頂高級 跟老母說話 沒有頂高級 那幾個月而已 賓人沒有到這裡 請你喔 去公廟請 請你娘勒子賣的 好像 好像 似一筆 學不會學的 那幾頭都歪去 那幾頭都歪去 嘴氣 還要一齊沒有一齊的幾頭 人家幾頭是怎樣 很恐怖 他的幾頭是小人麻痺 要勒子賣 幾頭 幾頭是怎樣 人家幾頭是怎樣 很恐怖 幾頭 那幾天知道 去幹頂頭而已 幾天回去的老母 就幹你娘了 三小 就打電話 幹你娘了 阿幹你娘 跟我們老母孫贏 往後叫一隻嬰兒 那有比孫安祖 比較過分嗎 有吧 有吧 過分很多吧 有吧 台灣這樣奇奇怪怪的 台灣奇奇怪怪的人 很多 卑鄙虎 下的窩座 骯髒的很多 不忠不孝不義 出賣朋友啦 出賣朋友啦 出賣兄弟啦 這有沒有比孫安祖垃圾 借錢不還 就錢的時候 講到一句話 要還錢的時候 比誰還要大聲 幹你娘勒 錢是我憑本事跟你借的 你憑什麼跟我要 這種這種人 錢是我憑我本事跟你借的 幹你娘勒 我現在沒錢 沒看不大要怎樣 這我比孫安祖更幹你娘 他只是買了一堆槍 他拿去掃射了沒 如果他今天少了 什麼的 他都愛槍嘛 那當然這對不對 不對嘛 對這麼年輕的小朋友 勇槍自重 不對嘛 聯邦重罪嘛 幹你娘是多嚴重 美國黑人那個 幹你娘 每個都沒槍牌 問問住住美國的人 每一個幹你娘 貧民窟 動不動的搶你 雖然怎麼會搶別人 美國的小孩 不是說全部 很多啦 那個白人 動不動就 What's up 那個 幹你娘拿去 17歲 很多年輕小孩 街頭的就在賣可卡因 就在賣他媽的 毒品 一堆跟他殺的 你不去念 就今天他是孫蒙跟迪因的小孩 還有今天他是 台灣人 喔 就這麼簡單 美國黑人 美國白人 各個墨西哥義的 各個各國的人在 美國 犯案你去看一下NCC 看一下他媽的 Google一下看一下維基百科一下 他們犯罪率有多高 年輕人 幾歲就被打死了 謝鬥的有多少人 非常多秘密麻麻 在美國 喔是不是 今天就是因為他是 明星的兒子嘛 不然這種小孩子 不要說在 不要說在美國常見 喔 在台灣也是一打 剛剛有人說嘛 要帶人 要帶AK進去裡面掃射 對啊 我們台灣小孩子也說 幹你娘動不動 要把瓦斯桶拿去 炸根老師玉石俱魂 動不動就 畢業展的時候 就是老師 幹你娘有幾歪勒 你們不要緊 外國叫一堆兄弟 跟國中生啊 有嗎 你們就幹你娘 你們不要打國中 就親眼鏡看了 叫一些學長回來 站在樓 老師有沒有出來 你們要打 打到死 幹你娘幾歪勒 有看到嗎 外國站站整排 國中畢業外國站 站整排 以前的時代 老實不敢走出門 打到警察保護出來 你們這些 你們問這些 六七年級的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我們這些 是不是這樣 畢業展就是 幹你娘的修台 修台展 畢業展 畢業展 畢業展就輸贏了 兩幾歲而已 十六七歲而已 十幾歲而已 十幾歲都開山島 路牙勒 六人就破了 跟你客氣喔 六七年級 你們問我的三年報路牙勒 最多 喔 我路牙勒國中的 也是都這樣 老師跟他老師 老師在後面 發幹你娘的老子歪 老師歪 我們這個時代一樣是這樣 對不對 阿港有這麼多鴨頭來 人家把我們再去 沒有吧 因為 我們是 我們是幹的 氣功的鴨嘛 我們是路邊人的 我們幹的 別母就是一般人 我們就是去吃鴨 去吃鴨 是該的兒子犯法 應該的 貧民窟嘛 三重爐州以前 這就幹你娘 龍舌混雜 喔 以前啦 我是這樣說 以前 以前 孫安卓 他們沒有老母親 孫鵬嘛 所以你 有放大的效果 對 坡同郎 譬如說坡同郎 就像各位 聊天室的各位 是不是 你今天就在路邊喔 在那邊 韓國瑜 幹你娘勒 柯批 臭你媽雞巴 新聞也不會報你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嘛 你在路邊 韓國瑜 幹 柯批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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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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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而無關嘛 新聞就開始了 一些孫民就開始了 館長這個人不講義氣 我只能看到一個留言 館長這個人到底是他媽什麼人 垃圾 選前說一個話 選後說一個話 真的是受不了 我跟你講啦 我這個人就是 不貪戀權貴 不會貪污啦 不懂得巴結啦 請你用正常的模式去思考這些孫民 如果你今天 是要跟韓國瑜拉進關係 要進入國民黨 要準備接班甚至貪污的話 照理說韓國瑜選什麼人 我都會說 我支持韓國瑜啊 因為韓國瑜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啊韓國瑜選那個炸計畫 非常好啊 我絕對站在韓國瑜這邊啊 啊韓國瑜他媽的 什麼 我還是站在那邊 啊韓國瑜砍人了耶 我還是站在那邊 韓國瑜該令他殺人放火 我還是站在他那邊 因為我相信韓國瑜 他殺人放火一定是 我只是打個比喻喔 新聞不要亂接 我一定祝福他 那比較盲目的支持 為什麼 因為他選上了嘛 我們支持他我們有什麼好處嘛 欸市長給我一個官位領錢做做 欸市長 那個高雄市喔 工程喔我來接好了啦 這個這次這100萬的案子 就由我館長來發包 你覺得怎麼樣 我選錢那麼支持你 選後還是一樣挺你 應該給我來做吧 嗯 有道理 不是呢 今天人家選錢啦 我只做一個直播 你們講得很好沒有錯 來 選後他當上市長了 我反而 來我們到這邊就好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不好意思 雖然我們是好朋友 但是我該講還可以講 你選這個人不行嘛 我看不做的嘛 你換掉好不好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爭議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爭議啊 館長可不可以被你衣服寄到大陸 可以啊 我們有大陸的慢慢你下單 我們還有 紅色的還有貨 綠色的帽地還有貨 眼鏡的碳纖維還有貨 你可以去下 那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去那個 我們可以去 我們的衣服都有寄到大陸啊 我們連那個內蒙古 都有送新疆 都有新疆的朋友 內蒙古的朋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今天他做的事情 是很多人都會做的 孫安佐啦 買槍啊 這種事情 台灣一些露面穿一堆 問題是因為他今天就是這樣嘛 所以放大了嘛 跟館長一樣嘛 如果今天 我什麼都不是 我 像你們各位 每天都在講啊 誰會理你 誰會上新聞 一樣意思嘛 好不好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 幾件事情跟各位報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 好啦 這三天啊 這個很多立委 最佳立委補選 很多立委都希望來上我的直播 目前為止只有一個 我有興趣的 先跟大家報個背 為什麼我有興趣呢 喔齁 我要講重點了齁 欸 民進黨的餒 民進黨的立委 民進黨要選立委來找我 這個我有興趣 這個我有興趣 民進黨的來找我 不是不是不是 大家這次要挺我 欸 是女生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是民進黨的 我就很好奇 我電話裡面跟他講 欸 來我會威脅很難聽的 你招架得住嗎 我叫小雨啊 跟他講 然後可能會說 你們民進黨這麼會貪污 這麼會什麼 你有什麼感覺 欸他不怕欸 他說 他說可以欸 他說要來 我就 問號你知道嗎 誰啊 欸他那個立委叫誰啊 補選立委啦 還不是立委 台南的 台南的 陳曉鈺啊 陳曉鈺耳彎 陳曉鈺 欸 沒有我是覺得 民進黨的朋友們 要來找我 我舉開雙手 歡迎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民進黨的 敢上過我的直播 我真的舉雙手歡迎 但是請你 請你想清楚 你還沒有來 你還有機會可以反悔 館長在這邊先講 館長在這邊先講 我問的問題 非常的犀利 像一把西瓜刀一樣 西瓜刀切下去呢 如果可以把你壞的部分切除掉 讓選民看到你的好 你會上 如果你回答的不好呢 就像我們的虧姿衣服在那裡 我跟你們說喔 你好館長啊 你在問號的時候 你又說 我不會說的時候 你又算不定我跟你們說喔 像這樣子 可能會輸掉 喔 你可能來 提了證件 我問的問題答不出來 還是要幫民進黨講話 你刷起來 你本來會上的 搞不好上完我直播之後 你不會上 喔 這個是雙面刀 我相信你的幕僚 現在有在看我的直播 麻煩要轉告你們的 委員 這個做這個直播呢 是好也是不好 現在還可以後悔 我今天也就把你名字提出來了 我相信明天有87%的機率 可能會上 節目 也有可能會上 關鍵時刻龍泉風那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可能啦 也有可能完全 完全沒事 沒有人要理你 喔 雙面刃喔 你想清楚喔 雙面刃喔 好不好